哈囉 大家好 去荷蘭的特化園堂堂 我們現在來到 荷蘭馬城的一個住宅區 那我要給你們看一下 荷蘭的房子都長什麼樣子 荷蘭的一個特色就是 他們的房子 都會用這種紅磁磚來蓋 那這邊也很常見上面這一個路牌 你們覺得會是什麼意思呢 好 OK 大家來猜猜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標誌 阿諾 我覺得就是要小心 這裡是住宅區 有大人還有在路上玩耍的小孩 所以開車請小心 對啊 所以應該看圖說故事 應該滿簡單的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這個路牌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區域是一個特別的住宅區 所以任何車子開進來 連腳踏車都不可以開 比15還要快 不然會收到罰單喔 滿滿的 很安全的 是公里 我之前在荷蘭就是留學過 荷蘭的腳踏車騎非常快 他們全國沒有人不會騎腳踏車 然後每天都是騎腳踏車 都騎30分鐘一個小時去上班 所以他們腳踏車都騎非常快 然後有腳踏車的高速公路 好 這麼厲害 我們來看看下面一題 我們現在來到荷蘭馬城的市中心 你們也看得到 他們都為了聖誕節已經更駐好 大家給你們猜猜看 市中心這個招牌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難了 這是什麼意思啊 1 腳踏車 腳踏車1號道路 對 走右邊只能10 然後走左邊的線數是3 3英里的話當然是 來 卡米古 1台腳踏車10台走右邊 3台走左邊 謝謝 車10台 太奇怪了吧 建民你說說看 我是俊敏 沒關係 俊敏 沒關係 我都搞不清楚 努力的半年還沒成功 是OK 右邊只能騎10分鐘 左邊只能騎3分鐘 左右 10跟3 右邊要10塊 左邊3塊 我也是這樣覺得 右邊是10塊 往左邊是3塊 好 我們來看看證據 解答是什麼好不好 來 這個牌子呢 就是一個腳踏車的定點的意思 因為荷蘭人很喜歡 在週末就騎腳踏車 騎一整天 它這邊就是1號定點 那如果你要騎到10號定點 或是3號定點 它就會跟你講說要往哪個方向 所以你如果禮拜六 要跟同學約 去騎腳踏車 你就可以說 我們在1號定點見面 那就是這裡囉 妳想要那麼更簡單吧 對啊 很簡單 我想要太難了 對啊 阿姆斯坦的那個腳踏車 超級無敵多 而且超高的 我自己197 然後他們也是跟我差不多一樣 我跟平均身高全世界最高 對 我們想到美國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想到海灘 好萊塢明星 還有購物去Outlet No Outlet 是不是沒有辦法 繼續購物的意思呢 來 你們猜猜看 No Outlet是什麼意思呢 No Outlet是什麼意思啊 No Outlet 就是不能逛啊 就是沒有Outlet可以逛的意思啊 對啊 不能逛街啊 沒有Outlet可以逛 是不是 No Outlet No Outlet 大家知道是什麼 所以真的很複雜耶 很複雜喔 我想看你們的答案 不要走路走太慢 你們有答案嗎 要猜猜看 有沒有任何不同的答案 就是車子不能開進去 只能不行 是喔 No Outlet 我是這樣猜啊 文文剛剛是不是想要講 就是死路的吧 就是不同的 對 死路 果然他就是在美國考驕照 對 好真的啊 今天文文說在美國考驕照 No Outlet 真的是這樣 那你就看那個英文就是Out 就是出去嘛 對 然後Led就是讓 所以沒有讓你出去的意思 沒有地方可以讓你出去 對 對 了解 此路不通 此項子是不是 來 解答來了 No Outlet的意思是 一條沒有出口的死巷 不是我們想的 購物 Outlet 所以你們下次來美國 還是可以購物喔 就是那個地方就是死巷 對 假如是在我們這邊 台灣的話就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死巷 不是 就不要走過去啦 因為是死路啦 對… 好 還有嗎 來 接下來下面一題 我們現在到了美國很有名的海邊 來 你們猜猜看 這個標誌是什麼意思呢 OK 請問一下 這個標誌 它好像坐在滑板上面那種 對 我覺得應該是不可以在這裡 也可以滑滑板 對 不可以在這裡滑滑板 但是人的姿勢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對啊 來 卡米哥 它那個看起來像滑板 可是它背景是浪 所以我是應該是覺得是靜止衝浪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是 這個標誌的意思是 這條路是一條下坡 所以不可以滑滑板喔 對 原來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人才會一直往前進 他快要滑倒了 對 真的喔 不能玩滑板 是一個下坡 OK 好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嗨 大家好 我是法國特派員Charlotte 帶大家看到是附近一條主要的幹道 因為現在封城的管理 所以其實路上的人車都不多 商店也都沒有開門 想要再讓大家來猜猜看 路邊的這個標誌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應該不難耶 路邊的 這個應該還好吧 看箭頭 就提醒腳踏車道說 左邊右邊有車子會會穿過他們吧 是腳踏車要禮讓汽車先行嗎 為什麼 腳踏車要禮讓汽車先行 腳踏車的箭頭是分兩邊的 搞不好是腳踏車要等汽車先過 這樣腳踏車過 他特別把那個車子的方向 車頭都在前面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 只能倒車入庫吧 就是只能把鼓的那種感覺 他不能是車頭朝前的那一種 對 他那個箭頭好像是從那個屁股 車屁股出來的耶 對啊 那邊有車庫或是停車位 車子會停進來 然後中間是腳踏車道 是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標誌的意思就是說 在停車的時候應該要倒車進來 這樣子 等要開出去的時候 視線才會比較清楚 哇 君明厲害耶 君明不錯喔 來喔 OK 我們再來看看 最後一題 請看 這裡是我家附近 主要的一條桿道 旁邊有一間超市 然後來帶大家看看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標誌 大家覺得這個標誌 應該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台灣是不是也有喔 右下那是什麼 右下是一個冰淇淋嗎 是冰淇淋嗎 是摩托車嗎 還是什麼 酒杯 是美式還是拿鐵 對啊 奇怪 不要喝酒上路 看不到右邊是什麼 還是是插頭啊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 這個標誌的意思就代表說 如果你要在這邊停車的話 必須到路邊的繳費站 繳費才能停車喔 那個是繳費站不出來啦 那個頭腦 會轉過去幾分鐘… 每個國家的繳費機 可能長得不太一樣 整個歐洲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繳那個費 那個法單是 對 你真的要注意那一個 真的 很多國外 繳費是一定 很多人 譬如去開個會對不對 在旁邊的咖啡廳開會 開開…不好意思 我先離開 他一定要回去再去投幣 再補錢 你要是被抓到的話 那罰單超重的 真的 所以這樣不能說 像我們台灣人覺得方便 就是反正停了他們積極 我們再去繳錢就好 所以台灣是滿方便的 真的耶 很多地方是滿多便的